欢迎来到龙凤德州,咱们来看这一手牌 哎呦,这汉克拿着KK做的家注啊,被尼克阿尔博啊,拿圈圈给推了回来 这KK肯定是不能忍的 中国富豪汉克用KK四败到了两万九千刀啊 这也引来尼克阿尔博的关注 直接站起来看了看对手,手里还有多少筹码 老麦克的33,他很想打,但是这看牌的代价实在太高了 虽然说如果真的能中3啊,可能能拿到不错的支付 哦呦,翻牌K23,我的天哪,连我都惊出了一沉冷汗 老麦克呀,老麦克,得亏走了呀 老麦克要是入池了,这手牌啊,出事了 汉克翻牌面中赛,顶赛并没有再次选择下注 他选择了慢打 转牌一张方块6,排面方块有三张啊,这KKK必须得打了 抵持66,汉克随手拿出了几颗5000的筹码 25000刀,尼克并不担心他的这顶帽子啊 跟下来之后,底池渐渐失控 但是这张盒牌,一张黑桃S啊 可能至少也算是给了尼克尔博一个盖牌的理由 一顶帽子盖不掉你,两顶帽子总能打掉你了吧 汉克肯定是要继续去拿价值的 而且我感觉他不会往小了打 因为如果对手真的是一手AK这样的牌啊 那自己推尤印肯定都没问题 富豪还在演 他不想让尼克尔博觉得自己的牌过强 所以说一定要演够时长再推出这个价值下注 三万刀还是七万刀呢 急脾气的尼克已经在催对手了 好,让你催,我推了,你怎么着 七万六千刀啊,尼克真的可以放弃了 排面有A4又有K真的不用太纠结 而且你想一下啊 汉克翻前可是非常大的四败入持 拿到AK的概率有多高,不用我说了吧 大家都在喊啊,亮出你的bluff 想免费看牌,做梦去吧 这时候最纠结的可能就是老迈克 他肯定觉得自己错过了一个亿 回去看回放吧 继续来看牌 查尔斯的K圈加注到了1100 老迈克拿到了一手A圈同色 三败到了3600刀 三臂位的尼克尔博AK红袍 这不去做四败啊,没道理啊 尼克打牌竟然还有这么紧的时候 三个人的底池翻牌 这个幸福来的有点突然 迈克直接翻牌面拿到了纳斯花 三人都过,转牌一张草花6 哇哦,尼克这首AK啊 毫无疑问,是给自己省钱了 翻前不打,翻后也不打 没看到第四张黑桃 查尔斯觉得自己还有机会 来吧,我来演一张黑桃啊 你要是没黑桃呢,你就付给我吧 老迈克眉头紧皱 盯着这个牌面死死的看 他想让对手觉得自己非常讨厌这个牌面啊 想骗对手自己没有中牌 但是你的跟注啊会说明问题 迈克继续call下来 慢打 合牌 一张红桃5 确实,袁姐说也在说 尼克尔波这手牌啊 真的是省大钱了 查尔斯继续开头 两万刀的底持 一手K嗨实在是没法摊牌啊 直接打了一万 现在没啥好说的了 结局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一个 加注或者是 all in吧 然后一个盖牌 没头紧锁的老迈克 还是试图啊 想去扮演一手没有中牌的弱牌 然后呢 做出一个非常夸张的bluff 结束这场游戏 怎么看都像是在演啊 还绝绝嘴 脸上的表情太过于丰富 哇哦 直接喊欧印 你别说欧印了 随便推一个满池出来 查尔斯都接不动 继续来看牌 老迈克七八黑桃 做的open race 被查尔斯拿着A10杂色 给推了回来 江哥们口袋9 稍微纠结了一下 选择了跟住 一顿9真的是 可打可不打的牌啊 便宜看牌 也能接受 有时候贵一点吧 好像也能接受 但实际99的胜算啊 真的不高 翻牌AK3 查尔斯拿到顶对 没人打 转牌再掉一张三 查尔斯开枪了 一万五的底石 下注4000 老迈克一张黑桃 都没看到 选择了盖牌 但是 Jungleman这一对酒 竟然call了下来 他觉得 翻牌面的AK 查尔斯都不打 转牌这一枪 他不信 最终合牌一张圈 三顶超级大帽子 这个时候 Jungleman竟然选择 反手下注 两万三的底石 Jungleman打的还不轻啊 什么情况 明明是Jungleman先下得住啊 但他就是不想亮牌 所以说 这种潮石牌面 千万不要想着搞事情 一张AS或者一张K 都有可能啊 call的你倾家荡产 接着来看这手牌 赃数农 A全杂色 加注到2000 XSA5翻块 call了下来 迈克六八草花 也选择了跟住啊 这手牌 老迈克有位置优势 能躲开AS应该还算比较好打 翻牌圈四五 赃数农拿到顶对 老迈克 哇 这是一手 铜花顺的听牌啊 七千刀的底持 赃数挪威圈 打4千 Charles中午 选择了跟住 老迈克 这是翻牌面 直接往回推啊 看起来 他是想用自己的草花 同色牌啊 在转牌取得胜利 翻牌面 就开始了进攻 顶对跟住 转牌一张黑桃钩 赃数农的顶对被挑衅了 他选择过牌控驰 老迈克 可能会打呀 但是我不认为他有机会拿下底持 翻牌面被扣了下来啊 对手有圈的概率是很高的 那么 转牌这一枪一般来说啊 还是很难奏效的 三万九千刀的坡 老迈克 真的是出血本了呀 下注两万四 赃数农 几乎没做任何的考虑 就选择了跟住 合牌 最终还是没掉草花 赃数农 顶对圈 继续过牌 老迈克 连续 加注啊 再加注 都没能拿下底持 我感觉这五万刀也要白花了 九万刀的坡 推出一个五万的欧印啊 说服力明显没有那么强 实际 转牌赃数农啊 已经很说明自己的牌力啊 绝对不会比一张圈弱 而且吧 你要说这张四 再转牌掉出来 这老迈克连开三枪 还说得过去啊 合牌掉出来 赃数农又怎么会信你有四呢 完了 赃数农要支付了 老迈克走远了 赃数农又要开始了 一赢了牌 他就嘚瑟啊 习惯了 你千万不要不拉夫 我是那种 你绝对不拉夫不掉的牌手